既然大学副中书身参加今年度 《创新技术普朗会》 以较为顺客为主要的材料 创新银化的抹杀 在到丹白以及举业在别众的双营 这项银化不仅是代表着 好好抗抗以及農工业的成果在到困点 也当时拿到发明的专业 更加抗费的是 利用農业企业物 银化有相互给大家的产品 也能够有效来改划農费处理问题 而我们制作出的 胶白笋壳冒杀 将可以降低四组的压力 且让资源重回土地 学生透过银片 介绍他们利用胶白笋壳作为主要材料 所建法出的丹刷 除了上是随便建法过程 要有处备的漫画 来随便他们建法的理念和想法 就讲说为什么我们 可以利用胶白笋壳去做冒杀 而且为什么它可以去加入到里面 当初是想说就是可以用一个 比较有趣且简短的方式去介绍 做这个胶白笋壳猫猫杀一开始的发想 我们会先让学生对土地先有感 那当他对土地有感的时候 他会从这里头来当成他的一些题材 那他把这些题材呢 去透过他的一些生活的观察 像猫杀这个宠物议题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空间 所以他们就选用了胶白笋壳 然后来作为猫杀的一个基底的材质之一 以创新研发的鸟刷 参加近年度创新技术博兰会 既然台下副中书生 提下当百种和企业的百种两个大种 研发过程 用了一年多时间 经过不断的实验 也经过很多失败 终生成功开发出 减固胸业和宽布借大的産品 我学到就是遇到挫折 然后不要放弃 就继续再尝试看看 虽然失败了很多次 但是总有一次会成功的 因为我们泡在实验室 其实有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就是可能在一开始的收集材料 就是或是说收集一些资讯上面 就是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 最后真的有得出结果 然后也得到好成绩 就是非常感动 也非常开心 既南大学府中登记以来 结局推动科技教育 共和学生对土地关怀 实际教育也相当结局推动 如今典型的成功 也让学校和赞助企业 感觉非常安慰 在参加高中子的校数不多的状况下 能够脱颜而出 而且可以参加这么高优质的这个博览会 真的是我们学校在发展科学方面 另外一个新的里程碑 而且在发展科学方面 让也奠定我们学校一个非常优良的基础 感到非常的荣幸 荣耀 也希望同学们也能够持续的加油 也会持续的赞助我们积大负众 苗刷研发 也已经处理发明专利 成为纪南大学副中 两年来所提到第三项发明专利 苏生合力为学校进攻 也为自己日后求学 和赞助业打赏很好的基础 继续王家姓彩虹报道